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在连线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定型对照 树莓派引出了一组40支的引脚 我们如何将这些引脚来合理的控制我们的硬件呢 或者说怎么样连接才为我们的控制更为方便呢 通常在连接这些电子器件的时候 我们使用类似这样一些多孔的插线板 习惯上我们把它叫做面包板 这些板的结构是这样的 如果你有可能的话可以拆开它背面的一些贴胶 可以看到它后面布局的一些导片 这些金属片它是导电的 那么根据这样一个图呢 根据这样一种结构呢 你就可以看到或者你就可以了解到 在这块板上上下两段是不通的 在每一段中间 竖的方向是导通的 横的方向是不导通的 类似像这样一块规模稍微大一点的这面包板呢 内部结构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多出了一组 多出了上下两组用于接电源和接地的引线 因为在连接外部电路的时候 电源和地是经常要用到的一些引角 所以面包板把它单独拉出来 从这种结构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上面这一排和 上面这一排电源和地 以及下面这一排电源和地 和中间都是不通的 这个取决于使用的习惯 可能你会把下面这两排全部当做地 上面这两排全部当做电源来使用 这个没有强行的规定你去做这件事 中间这两大块呢 和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块小板 结构也是一样的 上面这一组五排的线 纵向是通的 横向是不通的 下面这组五排的线也同样 纵向是不通的 横向是不导通的 了解了这样一个结构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所需要连接的那些设备 在这块面包板上进行一些扩展 扩展的时候呢 我们还需要使用这样 最好使用这样一种 我们习惯上把它叫杜邦线 是由美国杜邦公司生产的 所以这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你也可以用那些导线就进行连接 不过可能稍微麻烦一些 因为在树莓派的这个引脚上呢 它是引出的是针 所以呢我们需要用孔来跟它进行对接 例如我们想把这两根线引出来 这时候我是随便插的 此时没有那个任何目的 然后引到在我们这块板上的 其中的两个线上 一边是孔一边是针 这是在我们这个器件上的这样一些连接方法 可能有些设备 有些这个类似像这种派的这种板 引出的这个角呢是针 引出的这只角是孔 你这时候呢你就需要用 针来跟它相对应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作为一个具体的沿接 我们怎么样把树莓派上的这个引脚 连到我们的这个面包板上 来进行我们的设备的控制 先咱们看这样一张图 在树莓派的这个引脚布局上 2和4是5伏的电源 1脚是3.3伏的电源 其他还有 比如说第6脚标的是ground地线 14脚D 20脚D 30 39 34是D 中间还有一个3点 这个17脚是3.3伏的电源 在引出线的时候 电源和D 要非常注意 其他那些引脚 按道理说也应该注意 不过它不如 它如果在 特别是在电源引出线 如果出问题的时候呢 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 其他那些引脚呢 当然也应该注意 只是它造成的损失不像电源那么大 它有可能包括板的本身的损坏 以及对外部设备器件那些损坏 假如说我们需要让树莓派来控制一些发光耳机管啊 或者一些输入接收设备啊 那这时候呢 呃 你就需要 首先要找好 你要引到哪一只脚 假如说 我们希望 让一个3.3伏的电源 来直接控制一个 发光耳机管的话 那么当然 你想当然的是 把3.3伏 通过一个发光耳机管 然后连到地上 这样接法是错的啊 呃 因为 二机管呢 它有它一种特性 就是它本身 它是非线性的元件 两边加的电压越高 它内部的电 等效电阻就越小 所以导致流过的电流就会非常大 在正向导通的时候呢 它内部的电阻会非常小 所以很容易 要么损坏二机管 要么损坏 呃 这块树莓派的这个器件 因此呢 在连接呃 二机管的时候呢 通常需要 一个电阻 对它进行限流 另外呢 呃 二机管还有正向和反向的连接方式 呃 如果是发光二机管的话 正向连接可以使它点亮 反向连接是无论如何点不亮的 怎么知道发光二机管的正向和反向呢 有这样几种方法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一些判断 假如说你手边有呃 这种简易的万用表或者说复杂的万用表也没关系 就是说假如说你手边有万用表的话呢 呃 万用表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判断方法 测量的时候 测量的时候 现在通常的呃 万用表都会有一个专门测量 二机管的 急性的一个 这个测量档位 此外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 电阻 来进行测量 因为简单的万用表 在测量电阻的时候 通常采用的是电流平衡原理 因此在连接的时候呢 二机管两端都会通有电流 当正向导通的时候 这个电阻就可以 这个电流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因此呢 测量的等效电阻就会比较小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红笔接的是正极 黑笔接的是负极 我们测量这个二机管 这个是普通的二机管 这时候看到的 在这个档位上 看到的电阻很大 所以它显示不出来 反过来 可以看到有一个较小的电阻 所以这边 这边就是正极 黑表指向的就是负极 有些万用表在达到 二机管急性测量的时候 它会发出一些声响 所以哪怕你不看 指示的测量电阻 听的声音也可以知道 它的一些即兴 我目前这个表 可能没有声音 同样从电阻上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方向的电阻 是六百多亩 而这个方向的电阻 在这个档位是看不到的 所以已经超出它的电阻量程 所以目前这个极性 红色的指的是负极 黑色的是正极 这是普通的二机管 发光二机管的特性 稍微有点不一样 发光二机管在导通的时候 它会发亮 发亮了以后 它电阻会减小 我现有的发光二机管 在目前我的这个 简易的万用表上 可能没有办法测出 它的这个电阻的大小 有些性能高档的一些 万用表 对这个测量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在测量过程中 发光二机管的一些显现 知道它的一些极性 例如在这个方向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现象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灯已经发亮了 表示它已经通过了 可以点亮它的电流 所以此时红色的表比 指向的是正极 黑色的指向的是负极 另外在没有测量器件的时候 发光二机管在出厂的时候 已经有它的一些正负的标记 例如我们现在看到 长的引脚是正极 短的引脚是负极 在有些那个电路 电路焊接过程中 可能会将这两只脚 剪成相同的长度 那个时候就看不出来了 但是还有一种方法 发光二机管生产的时候呢 在它的这个底盘上 有一边是被削平了的 它不是一个正圆 那么被削平的那端是负极 没有被削平的 这边是圆弧的这端 是正极 此外有些有经验的工程师呢 还可以通过发光二机管内部的一些 阴影的结构 看出它的正极和负极 那么有了这些极性的知识呢 我们就可以合理的连接 在电路中的二机管的控制方式了 控制方式也可以有两种 由于它只需要有一个正向导通 就可以使它点亮 因此呢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两种方式 一个是正极接高电瓶 负极用一个可控的电瓶 对它进行控制 高电瓶使它点亮 有了以上的知识 我们就可以在电路中合理的 对发光二机管进行连接 那么连接的时候呢 也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将正极接电路中的 某一个固定的高电瓶 比如说电源 3.3V或者是5V 然后通过一个电阻 在负极上 接一个可控的电瓶 当负极产生高电瓶的时候 正负两段没有电压差 二机管不会点亮 负极产生一个低电瓶 可以将二机管点亮 也就是说 在数字电路中输出1 灯是不亮的 输出0 灯是亮的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 将负极接一个固定的电瓶 比如说接地 然后在正极通过一个电阻 接一个可控的电瓶 当可控的信号 输出高电瓶的时候 点亮发光二机管 输出低电瓶的时候 发光二机管不亮 这时候相当于数字端 输出1点亮 输出0不亮的 这样一种状态 这样两种方式都可以采用 取决于你电路中的一些需要 下面我们就来尝试一下 对它进行连接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试验 将3.3伏通过发光二机管 接地直接给它点亮 这边接3.3伏 这边接第六角的地 橘黄色的是3.3伏 我们接在面包板的正这根线上 黄色的是D 我们把它接在负这根线上 前面我们讲过 在这一个面包板的 上下这两块上面的 是横方向是通的 重方向是不通的 然后我们将正级 通过一个电阻 拉下来 这个电阻主要起到 限制电流的作用 通常用100或者200Ω 左右的电阻就够了 太小的电阻呢 有可能导致电流过大 太大的电阻呢 又使得电流太小 发光二机管的亮度不够 再通过这个电阻 回到上面的 因为是正向导通 我们需要将 长的这只脚 也就是正级 接到电源的正级 短的这只脚 接到电源的负级 通过电阻 接回来 为了安全起见 建议在接线的时候呢 不要上电 接完以后检查一下电路 是否可靠 然后再进行上电的操作 那么接上以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在讨论 发光二机管工作的 过程中的一个结果 电流从三点散伏出来 经过一个100欧姆的电阻 通过发光二机管的正极 达到发光二机管的负极 然后再通过 黄色的这根线 连到树莓派的地线上 如果此时把发光二机管 反过来接呢 它是不亮的 对于单个发光二机管 或者单个设备的控制呢 有时候 就可以直接采用 一对杜邦线 连接到一个简单的设备上 来实现它的控制 不过这时候 电阻就没办法接了 所以呢 很多情况下 这个面包板 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特别是在 我们连接多个设备的时候 那么它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看一下 假如说 我们要来实现 这样一种控制电路 将发光二机管的正极 接在电源上面 通过一个电阻 接到一个可控制的引脚上 那如果这样一个一个接的话呢 电路会很乱 那么我们使用 杜邦线和面包板来进行连接的时候呢 线路就很整洁 而且调整起来也很方便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样一个接法 假如说 我需要使用 在我这个电路中 GPL2 3 4 这三只引脚 来控制 三个发光二机管的工作的时候 这时候 我们不想直接把它接在电源和地上 让它要么或者是亮的 要么不是灭的 这样一种死的状态 而是希望能够通过程序 来控制它的工作的时候呢 那么 二三四这三只脚 就可以通过编程 来完成我们的目标 这边呢 是我们通过高电源来控制 然后通过三个电 三个二机管 再通过三个限制电流的电阻 一会儿 到哪里 好 將這三隻腳 接在 麵包板的 三個重裂上 然後我們使用 三個線流電阻 半示唇 安徵 吳蓮 延 吳蓮 感谢观看 好 看一下我们的连接情况 我们将GPIO234 就是在这个排针上的第三角 第五角和第七角 通过一个电阻 在这张图上 连到对应的发光二极管的负极 发光二极管的正极 连在3.3伏的电源上面 这时候的GPIO234 就可以通过程序来实现控制 这三个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状态 完成了上面的电路连接 我们下面就可以通过程序 来控制这三个发光二极管的一些状态了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让这三个发光二极管 依次点亮和依次灭掉 这里面我们写了一个小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 通过这样一个讲解 希望帮助大家能够理解 我们在使用树莓派的资源的时候 如何对这些资源进行一些合理的控制 和一些合理的布线 今天我们介绍了面包板的一些结构 和如何使用面包板控制发光二极管 或者你们以后在控制其他器件的时候呢 也可以使用这样类似的这样的方法 就说早了 这个不算 如果是一个输入设备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 红外接收管 它通过红外遥控器 产生的信号 对红外遥控器的接收信号 这是一个红外接收管 红外遥控器 向它发射信号的时候 被它接收 然后产生一些输出 这个时候 它的输出 它的输出是作为其他设备的输入信号 在我们控制的时候呢 需要让树莓派的一些引脚 设置为输入的方式 来接收它的信号 当有信号进来的时候 它会产生高低不同的电瓶 系统对这些高低不同的电瓶进行处理 连接的方式也和我们讲的 面包板的对输出方式 连接方式是一样的 只是它的连接引脚 会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再做一个 对它的一个控制方式 同样先选择好 你需要用哪一只脚来控制它 比如说这里我们选择 3.3呼对它供电 GPL2来接收它的输出信号 第九角 D接在 棚外接收管的地上 我们先将它插上 面包板 这边 这边3.3伏的电源 接在 它的 3.3伏电源的引脚上 白色的 D 接树莓派的第九角 这边 接红外接收管的中间这只脚 这是红外接收管的输出端 我们把它接到 树莓派的GPL2 就是第三角 连线完成了 下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程序 来看看这个红外接收管 接收到的信号 和红外遥控器的动作是如何配合的 现在 红外接收管的程序已经运行起来了 我们通过这样的遥控器 对着接收管的方向进行 按下的一些 按键的一些操作 我们先不去管它 按键的动作是在哪一个位置上 我们只要关心 在我们按下的时候 红外接收管可以接收到 它的电频的变化 这是一个简单的输入操作 请大家看一下这样一个演示 在没有按键作用的时候 它没有接收信号 红外接收管的输出引脚 输出的是高电频 读到的是1 当有按键作用的时候 它中间可能会有一系列的脉冲变化 其中在有些时候可能会抓到一些低电频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时候一些零的出现 有关红外发射和接收的内容 我们这里就简单地做这样一些介绍 以后的内容中会做一些详细的解释 一些接收状态也可以通过 如果将输入引脚作为一些开关控制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直接将输入的控制端 连接于高电频或者低电频连接 当然中间也需要加上电阻 主要是为了防止电流过大 例如这是正极 3.3V 当我们将输入引脚接在电阻的这一端的时候 这个引脚就变成了高电频 如果接在这一端呢 就变成了低电频 由此 我们可以通过这支GPIO的输入引脚的高低电频 来拓支 当前这支引脚作为开关作用的时候 它的状态 悬空的时候状态不确定 这我们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处理 才能够实现一些准确的控制 今天我们介绍了 树微派的引脚 通过面包板 来控制一些器件的一些连接方法 这部分内容就介绍到这些 谢谢大家 同学们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课堂 在这一讲里 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如何使用树微派控制发光二极管的工作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助手 小赵和小吕 我们共同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点 同学们 请问你们在学习过程中对发光二极管有了多少了解 我知道发光二极管它又叫LED 是一种常见的能够发光的半导体电子元件 二极管它具有的是单向导电型 我们在这其中给它掺入不同的材料 这些材料在二极管正向导通的时候 就会辐射出不同波长的能量 很好 那么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在哪些地方看到过这些东西呢 比如说红外遥控 对 我们看不见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发光二极管 还有一些LED的显示屏 LED灯 对 LED的照明 对 LED的霓虹灯 LED的户外广告 还有交通信号 对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发光二极管的应用情况 发光二极管本身 它是一个半导体器件 那么它在电路结构上又有什么特点呢 比如这边是一个常见的LED 它有两个引脚 比较长的这一支是它的正极 短的这一支是它的负极 那么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会让电流从它的正极流入 从负极流出 此时它称为正向导通状态 而且因为它正向导通的时候 电阻比较小 所以我们会在电路里面额外串联一个电阻 起到一个保护电路的作用 对 小李同学已经把发光二极管的电流特性讲得很清楚了 实际上它遵循的是这样一个公式 因此在电路连接的时候 我们需要通过一个电阻来控制它的电流 保证 发光二极管不至于损坏 好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发光二极管的工作原理 以及如何控制它的工作 那么下面我们就准备连线了 我们打算用树莓派的GPIO3 也就是这只脚 连到发光二极管的正极 通过一个电阻 连到树莓派的D 就是这只脚 由此构成一个回路 好了 那下面咱们试试看 把发光二极管连上去 好 通常我们会用红色的这根线表示正极 用绿色的这根线来表示D 通过电阻 通过发光二极管的正极 流向树莓派的复级 完全正确 这就是我们连接的电路 下面的事情 就是要通过程序来控制发光二极管 如何让它亮或者是灭 登陆目标系统 进入内核的GPIO管理目录 我们看到在该目录下 有这样一些文件和目录 其中 Export用于创建GPIO的节点 GPIO节点提供用户访问内核设备的方法 我们可以向这个文件里写入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我们打算使用GPIO的引脚号 此时我们看到这里多出了一个目录 GPIO3 下面为了不影响显示效果 我们将提示符部分精简 进入这个GPIO子目录 我们看到这些文件和目录 比较重要的有这样两个 一个是direction 它表示当前GPIO引脚的信号传输方向 可以是in或者是out 现在我们看到它目前工作于输入方式 另一个是value 用来反映当前该引脚的电瓶状态 或者控制当前该引脚的电瓶输出 direction接收两个值 向它写入out 即可将该引脚切换到输出功能 此时再向value写入0或者1 就可以改变对应引脚上的输出电瓶 如果用该引脚控制LED 便可看到LED在高低电瓶作用下的反应 当GPIO引脚功能不再使用时 原则上应该将该节点目录删除 删除目录的方法 是将对应数字写入文件Unexport 我们将上述过程写成一个python程序 统一定义一个变量GPIO 以方便替换 将这个值写入文件Unexport 接着 向对应的GPIO子目录 写入out 将该引脚置为输出 下面打开文件Value 准备对输出电瓶进行控制 交替的写入0或者1 每次间隔0.5秒 程序运行时就可以看到LED 以设定的节奏闪烁 持续5次 最后 程序结束前 向Unexport写入GPIO引脚编号 删除节点 我们看一下运行效果 以上编程方法过于繁琐 很多开发人员设计了GPIO程序模块 这里我们着重介绍rpi.gpio模块 它可以在python官方网站中找到 网上也有它的简要说明和安装方法 说明派官网提供的系统 已经安装了这个GPIO模块 只需要升级即可 如果没有安装 可以在这里下载原码 自己编译 安装 下载后 把下载的压缩包 通过网络复制到目标系统 在目标系统上 解压 编译 也可以复制这个文件的地址 用care 命令 在树木约上直接下载 解压 进入解压目录 编译 安装 安装和使用这个模块时 需要超级用户权限 使用之前我们先把刚才的目录删除 以免导入模块时不小心导入错误的目录 下面尝试一下如何使用这个模块 进入python环境 由于原版GPIO模块 在识别ARM64系统时有缺陷 在我们的系统上不能正常使用 对此我们做了一些修改 修改后的代码托管在Github 这里我们用Git命令下载 重点修改了两处 一是去掉了系统识别的代码 因此修改后的代码只适用于树莓派2或3 二是增加了硬件PWM的功能 仿照刚才的过程 进入圆码目录编译安装 安装后清除不需要的目录和文件 再次进入python环境 导入模块 重命名为GPIO 这次没有错误了 设置引脚编号方式为BCM 设定GPIO3为输出方式 输出低电频 输出高电频 最后使用完毕 将所有引脚设置复原 我们将上述指令写在一个程序里 输出摄准车正式会计划 关键打装方式输出 再次进入序里 total 位 風 运出 大 这是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 好了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 如何采用GPIO的控制方式 使发光耳机管点亮或者是熄灭 那么下面有一个问题 请大家思考一下 如何改变发光耳机管的亮度呢 因为我们只看到了它全亮或者全灭的状态 有没有可能亮度也可以发生变化呢 下一讲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 同学们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课堂 在上一讲里我们已经看到了 如何在树莓派上点亮发光耳机管 以及如何控制它亮和灭的状态 我们最后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能否改变发光耳机管的亮度呢 二位同学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可以增加它的电压来让它变亮 可行吗 可是我记得老师讲我们用GPIO去实现它的时候 只能说给它0或者1这样子的电压 怎么能够去连续地去控制它的一个亮度呢 对 这是数字电路的一个特点 数字信号只有高低两种电频状态 虽然在不同的情况下 高电频的电压有所不同 但在确定的电路中 高电频的电压是确定的 所以如果你只想把它改变高电压的状态 恐怕是不可行的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当我们用一秒钟点亮发光耳机管 一秒钟熄灭发光耳机管 以此循环看到的是什么 对发光耳机管的闪烁 如果我用0.1秒点亮 0.1秒熄灭 以此时间节奏循环 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可能就是看到浮量浮完 差不多 但是我们人的眼睛有一种惯性 我们把它叫做视觉斩流 如果亮和灭的总时间加在一起 不超过这个视觉转流时间 我们看到的就有可能是 一种处于非亮不亮的状态 这基本上就是使用PWM 用来控制发光耳机管的原理 PWM是这样一种波形 它以一定的周期 不同的占空比产生矩形波 当高电频控制发光耳机管的亮 低电频控制发光耳机管的灭的时候 高电频在整个周期中 所占用的时间长度比直 就相当于发光耳机管的相对亮度 可以想象 当矩形波的周期 小于0.1秒 也就是低于我们的视觉斩流时间 高电频的占空时间 是90% 而低电频的占空时间 是10%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 发光耳机管 以90%的亮度 被点亮 如果高电频的时间 占用的是10% 而低电频 占了90%的时间 此时我们看到的发光耳机管 就是趋向于不亮的状态 或者说很暗的状态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实现了 发光耳机管的亮度控制 为了方便后面的学习 我们这里先简单归纳一下 Python的语法规则 Python没有像C语言那样的 主函数入口 它根据程序的编排顺序 从第一行可执行语句 开始顺序执行 多数情况下 Python文件中 每一行一般只书写一条语句 也可以有将多条语句 写在同一行 用分号分割每一条语句 行为不需要另加分号 Python不需要专门声明变量 复值等同于声明 未经复值的变量 视为不存在的 不能直接使用 例如这条语句 在当前情况下 是最正确的 而这句是错误的 因为变量z 在此之前没有声明 Python使用警号 作为单行注释 警号之后的内容 不影响程序的正确性 如果警号在行首 整个一行都作为注释 有一种特殊的注释形式 请大家注意 在程序的第一行 经常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内容 它表示 在Linux或Unix操作系统中 解释性程序 解释器的声明 Windows操作系统 一般不需要这样的声明 它会根据文件名后缀 调用解释器 多行注释 可以使用三引号 三引号通常也作为 多行字符串的引号 另外 Python在输入字符串时 请尽量使用 UTF-8的编码编辑器 为此 我们需要做这两件事 第一 在程序的第二行 加上这样的文字 第二 在保存文件时 注意选择文件的编码 在使用中文环境时 尤其需要注意 错误的编码 将导致字符串的乱码 或程序错误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前面方老师 给大家介绍了 Python波的原理 那么我们来到实验室 来给大家演示 用仪器给大家演示一下 Python波如何去控制 一盏灯的量和M 我会从频率 周期和占空笔 这两个指标的改变 来给大家展示 下面来看一下仪器的操作 那我们用信号源输出一个 1赫兹 占空笔为50%的方波 接上LED灯 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输出信号 输出信号 看一下它的效果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LED灯以0.5秒亮 0.5秒灭的状态进行闪烁 我们改变一下它的频率 把频率提高到20赫兹 可以看到LED灯 在快速地闪烁 那我们把频率提高到50赫兹 这个时候 基本上看不到LED灯的闪烁 实际上是我们的眼睛 看不出它的闪烁 那我们把占空笔改变成20% 大家可以看到 LED灯这个时候比较暗 我们再把占空笔提高到80% 看看效果如何 可以明显地发现 它比占空笔20%的时候 更加的亮 好了 不知道同学们对PDM波 去控制LED灯的亮和暗 能不能理解了 利用PWM还可以制作音乐 此时应尽量使用硬件PWM 硬件PWM 无论是频率精度和稳定度 都比软件PWM要好得多 软件PWM编写的音乐 会明显听出声音的抖动 导入GPU模块 导入时间模块 设置引脚编号为PCM模式 使用GPU18 GPU18是硬件PWM的输出引脚 将GPU18设置为输出方式 然后创建PWM对象 频率200Hz 这个频率会根据音高改变 按12平均率构造一个音阶 基音220Hz 音阶之间差2的十二分之一次方 每个十二分之一之间是半音 大多数乐曲使用的是 Dorimifasalasi七声音阶 前三个Dorimifasalasi全音 米和Fa之间是半音 下面在循环中输出这七个音阶 改变频率 占空比设为50% 50%是最大的音量 大于或小于50% 声音都会减弱 每个音输出0.3秒 文件展示 编辑到此 保存 看一下演奏效果 在此基础上 我们编写一个实际的乐曲 先需要扩展一下音域 将这个音阶扩展一倍 扩展的方法是 将每一个音的频率乘以2 得到高八度的音阶 再将这两个音阶合并 低音部分的频率直接用下标表示 高音部分的频率下标 在低音的基础上加8 下面准备编写一段乐谱 这里使用瓦格纳的婚礼进行曲 作为我们的demo 休止符用0表示 编写写成谱 2点速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结构部分 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作为单位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乐谱就输入这么多 下面准备演奏这段乐曲 音阶和节奏取自乐谱和节奏数组 如果音阶不等于零 则频率等于音阶减一 因为下标从零开始 改变输出频率 启动占空比50% 等待时间 这个时间值可以根据经验调整 检查一下 保存 退出编辑 抱歉 需要把刚才演奏音阶的那段代码去掉 这段不用了 注释掉 下面是一段演奏 或者说 放眼前前来 水谱和节奏音阶 电阶放入 浇点 高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